东坡肉酱烧三味鸡这几道菜组成丰盛的年菜组合 东森购物捐赠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1000组 由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代为受证 这也是东森购物身为在地企业 连续4年响应新北市公益活动 东森购物有880万的会员 我们早上公共的会员捐发票 那在重要的结例像双是一双十二 这种比较大的结例我们都会员共同一起 和共争盛举 所以我们跟新北市政府有合作过很多次的爱心大平台 包括两次的年菜捐赠 那还有庞庆高职的年菜 那也还有我们在去年跟前年 那我们也分别针对游浪口 那也针对弱势的妇女堂籍 我们都做不同的练乏 那当然我们也是呼吁会员共同一起来做 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我想 很多会员可能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贡献 那透过东森这个平台的确 它目前看来呢 持续操作起来是有效应的 那我们希望跟我们会员 跟着我们的企业 那也跟着我们在地的政府 新北市政府 我们这边可以一起来做更多的安心 一线煮年菜的组合 预计要分送到29区弱势家户 以及新著名家庭等地方 让他们有丰盛的年菜 团圆围如固好年 代表受政的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这些物资带着满满的爱心 真的是让弱势民众收到暖心又暖胃 那每一次到过年过节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市民都要是用地 需要好好过年变得很容易 不管是在天后西医 甚至半年能过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工程服务 特别送了五项的 这一项里面的五项道餐 总共的价值是一千多块 一挣就是一千份 那再透过我们设计相关的管道 均等给我们市民朋友 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我想这样的爱情都是点点滴滴 因为我们市场也在强调 安居乐业是他担任市场最重要的工作 希望给我们市民朋友 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阶段都可以受到比较好的照顾 可是公布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 所以当每次看到企业界 我们各界的好朋友的捐赠 其实都会感觉心很猛 就像今天看到的暖心又暖胃 因为疫情影响 生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让有一些家户难过年 透过东森购物捐赠的一千组年菜 让他们团圆过好年 有更多社会温暖关怀 持续为新的一年打拼 记者由于林立如市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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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